Hello,大家好,我现在带着妈妈去看牙齿 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本来预约的是昨天 后来因为医生没有时间,又改到今天 中午超级热,超级热 我妈真的,我佩服她 走那么快干嘛 看我妈 不是说我说 走那么快干嘛 告诉你们 这个走路快是有遗传的 我妹妹走路更快 我妹妹走路都是我在用小跑的 妈快到了 就在旁边,她知道 因为刚才骑车过来的时候,我告诉她了 她说好多人哦 就是这家冠群牙医诊所 填写资料填写了一大堆 自费的 然后叫我妈去拍片了 人家都说我没事没有隐私了 这一下,现在去拍片 好了,不要紧张 上来之后,一个好心的小姐姐 马上给我妈让座了 不要让给我妈座 我妈现在坐下来,再等待 这个是一斗的 等一下咬这个 咬住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啦 等一下 这边这个 摇起来 摇 摇着 牙齿咬着 往后一点 往后一点点 再往后 还好,还听得懂 高科技的 高科技的 穿日本这边很小 可以往前走一点点 这个机器 握着 你嘴唇放松 你再后退一点 牙齿后退 再往后 往后往后 对对对 好,OK 好,不要动哦 不要转回来 你要对这个线 不要转回来 好,对 就这样子 人肩膀放松 不然它等一下转会转弄 好了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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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外面坐 谢谢啊 来,你的脚摇 人老了 真是可怜 来,装着 装着 我包里 脚摇装进来 好,耐心等待 没关系 愁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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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就会漂亮了 好 他说以前从来没有给他拍过片 先第一次拍片 态度很好 这个应该是你的 对 这两块 这边可以喝热水 卫生纸这些都有 做好 因为他嘴巴里面比较好的 大概是这边 上面只剩一颗 然后下面是这两颗稍微好一点 然后前夹这边 很多都要拔 如果他很积极的清 当然可以是留下来了 但是就是说 我把这个清完 这个清完 整个边管治疗做完 那就要一定的时间了 然后上面的部分 我跟你讲 上面的牙齿是这样子 你一般来讲 你有两个主要的做法 一个就是做活动夹牙 另外一个 对 另外一个是做止牙 那如果你完全不考虑止牙的话 就是做活动夹牙 活动的 那上面的牙齿有个什么样的问题 上面的牙齿会掉下来 所以你如果要让他不要掉下来 你就用现存的牙齿去勾着 或者说一颗牙齿都没有 它会形成像一个吸盘的效应 像这个 我都把它拿掉了 但是反而单纯 它这样就像一个吸盘 它再带在这里不会掉 对 那这样比较好是吧 这样比较单纯 就是说 你不用说 你有一颗牙齿在 你纯粹靠那颗勾嘛 对不对 你勾久了那颗也势必坏掉啊 你看他 他这个就是有点像他这样子嘛 然后 然后我的做法就是 能不能留的 我把它 能留的那几颗 我把它砍断 那这边 不能留的我全部拔掉 好 然后这个就是做活动的 那我跨在这上头 那万里你坏掉了 你了不起就真的拔掉了 你这两个都可以一直继续用 好 可是 他五个月我做不完 五个月 一定做不完 对一定做不完 因为我又碰到我会 我会出口一个月 呵呵呵 那怎么办 所以说 你就不然你看那谁可以帮他做的完 如果是我 因为 像这种状况啊 我们拔完牙 我们等三口 好 至少就要两三个月了 没有 对 那除非说 你能够待到过年 那可能就比较差不多 没有我妈妈回去之后再过来就好了 哦这样子是不是 那就是慢慢做啦 那就直接慢慢做 对啊那就是慢慢做啊 你这个 然后呢前面这个就是看 能够留的就留 不能留的 我全部等它砍到像这样子短短的 医生啊 全会可能都不能留了 没有没有 你前面有几只可能还勉强可以 可以哈 我留着也没差 就是我刚跟你解释了 我坐上去对不对 那你如果能留的 它只是跨在这上头 那真的不行的话 你这个拔掉 我上面这个脚要继续用 哦 好 对 听医生的判断 因为我们不太懂 可是我跟你讲就是说 这种做法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啦 你可以多去问问看 比较一下啦 比如说 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竹北的医院 也去问看看 因为医院 比较不一样 竹北有一个中国的 也有台大的 你就这两个稍微问一下 你想一下 你心里有不急 你决定好这样做 因为你往往你只会有个想 啊医生怎么想 我怎么做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感觉碰罐子不摔了 我跟你讲 为什么不对呢 就比如说 华西当初做了很多事情 那他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做 一定有他的理由 后来会碰到什么困难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你讲 可能有可能没有 但是你要知道 你再去做决定 而不是他帮你做决定 如果他帮你做决定 以后有的状况 你永远都会知道 嗯 对 那活动的一般来讲 活动有三个要素 一个不会掉下来 嗯 一个不会掉 第二个呢 不会旋转 第三个可以受力 那上面呢 通常不会旋转 受力都没有问题 上面的问题通常是会掉下来的问题 嗯 那我刚刚跟你讲就是说 那上面那个拔掉 原因是因为 你上面那个勾着 空气会进去 它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真空 往来会掉下来 嗯 下面比较大的就是受力 还有或者是旋转 那所以说 我为什么要留那几颗牙齿 让它突突的 第一个帮忙受力 第二个 你那是突突的 会卡住 让它比较不会旋转 对 然后第三个 应该是说第四个 就是说 我们在做假的时候 还要考虑到排牙 就是上面跟下面 有办法排在一起 你这样才会好咬东西 你如果说 因为你有几颗牙齿在 那个牙齿的位置很糟 你往往没有办法排到一个很理想的位置 所以当我们把牙齿全部砍断之后 我们就可以根据你的牙工去排牙齿 才会好看 而且会比较好看 最后啦 就是我自己想的 就是说 我这样的治疗计划比较简单 就是说你以后有问题 你等多那个假牙再羞羞补补补就好 你就不用再去做别的事了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说 你是选择带活动假牙 那有些人不要 他觉得活动假牙拿上拿下很麻烦 他可能想止牙 那如果是要止牙 又有止牙的做法 那就不一样 对 阿姨这个 这个弄一弄 你这个预算大概 大概12万到15万那边 台币 好 对 而且要看很多次 然后因为 你们是完全没有健保 没有 对 你如果完全没有健保 你有些牙齿真的不能留 我就把它拿掉比较单纯 因为那做根管治疗 那做一些牙套又是一些费用 对 所以 你如果是 你完全没有健保 那个费用可能就是大概 最多 也不会超过20万 大概是这样子 你们再回去考虑看看 我跟你讲的最多 那可能大概是15万的上下 大概是这样子 对 他这边呢 如果他嘴巴里面是这样子 如果是根据我的想法 他嘴巴里面这个我会拔掉 然后这边的牙齿 这个很咬的我不会留 这个还算老 我会留 那方方我留3334 43也留 医生还有一件事情给你讲一下 对 然后他的耳门破裂了 预约了这个月27号 要去手术 是吗 OK 这不会影响 没有影响 那就好 所以说我大概会这样子 我会留这几颗 这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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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他的我就拿掉了 对 其他的我就拿掉了 大概这样子 对啊 好 你们回去跟家人讨论一下 你再来 再决定你要不要这样做 因为你 我这样讲 你会 这个可以把 那个一定要把 他说要把 那个一定要把 对 我是建议你去 再去 淑北的台大误弄看 中国误弄看 你这样子自己才会清楚 说 我也是了解介绍来这里的 没有啦 你真的要去弄清楚 因为 弄清楚他的问题是你的责任 不是我的责任 我一定看得清楚 对啊 因为你没有搞清楚 你以后有什么状况 你自己也会不知道 嗯 那我讲 我从这个角度看这个问题 另外医师 可能从这个角度看这个问题 没有什么好或不好 但是你多听个几次 你心里就大概有个点 你搞不好听一听 你觉得 我这个做法 不适合你 对 你就换一个 没有关系 但是 你就多听几个啦 就是说 一般来讲 你要做活动做得好 你就是几个要素 第一个不能掉 不能选择 能够受力 第四个是排牙 要排得好 大概就是四个要做 然后再等伤口好 才开始做 所以 大概是这样 不过也不够 好 你也可以拍一下 就是 它上面就是像这样子 它上面就是这样 一颗牙齿都没有 那上面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拍一下 拍照 拍下面不是拍照 拍这个 对 就是像这样一颗都没有 对 那下面的部分呢 你有几颗 留着的部分 我也会砍短 嗯 我会砍短 为什么我要砍短 去帮忙受力 嗯 然后第二个 我会留一点点头 那这样子这个假眼 也比较不会旋转 那它相对比较容易带 因为通常上面会有一个 会掉的问题 那下面通常是旋转跟受力的问题 嗯 对 我们用这个来帮忙它 帮忙它 这样子 嗯 你再回去跟假日再跑 我是觉得可以了吗 你不要只听一个啦 你就多听几个啦 反正你也不麻烦吧 你顶多 顶多就是竹北跑一趟而已啊 你就跑两间一元 那不会太花时间 对啊 对啊 那那今天呢 那今天就先这样子 就先这样子 我不跟你收费用了 你就你就回去想一想 好吧 我跟妈妈回来了 妈妈现在拖地 大家看了 我带妈妈去看牙齿的整个过程 以及医生对我们的聊天 嗯 以及对妈妈的态度 以及一些 嗯 就是全方面的检查 都没有收半毛钱 我收钱 这边医生 他还 说多少钱 他还要把你到处去 执行啊 脑子上都不扔你了 你不扔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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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把我执行 我执行 你执行 你不扔你了 你不扔你了 你把你来过 买自己的手 你不扔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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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关键是还跟你来个人吗 说半天的嘛 我妈就觉得奇怪 这台湾的医生 是不是有点傻 拿着钱都不知道赚 意思就是好不容易 倒嘴的肥肉 难道不怕跑掉吗 然后 然后 详细的跟我们讲了 那个医疗的费用 就是口腔的费用 然后一再的让我们肯定 那个费用就是这样 你们要多考虑 回家再多商量 然后包括时间的关系 从来没有说有任何的欺骗 我妈妈觉得惊讶的是 为什么同样都是人 同样都是医生 为什么差那么多 好多医生都别说 你跟哪样的欺骗 那人都别说了 等他说 好了 不听我妈废话了 台湾人觉得无感 可能已经习惯了 这不是一种常态吗 但是是从我们大陆人的视角 从我们大陆人的眼睛来看 他就不是这样的态度 我跟妈妈在台湾 遇到很多事情 台湾人觉得稀疏平常的事情 但是在我们一眼里面 就会觉得很惊讶 有很多 包括很多我也没有拍出来 然后 因为每天经历那么多事情 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讲 每一件事情都要拍 知道吗 哎呀好吧 好了 关于妈妈的假牙的问题了 我们再和家人商量一下 然后这个费用确实有点 有点高啊 我们再做决定 包括时间的关系了 好吧 这就是我带妈妈去看牙科医生的 整个全过程 就是这样 还有拍摄是经过医生唐一的 好吧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哦 拜拜